大家好,我是尚杰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小炒猪肝的做法 首先我们准备猪肝350克 切3毫米厚的片备用 下一步准备小料 姜蒜切片备用 青红含椒切马蹄片 泡小米椒切小节备用 将切好的猪肝清洗一下 去除血水 挤干水分 然后用淀粉15克抓均匀备用 下面调一个对汁 用蚝油4克 盛出3克 冬菇酱油10克 蒸鱼齿油10克 拿鲜鹿5克 鸡粉2克 盐少许 搅拌均匀备用 起锅上火做油 带油温深至5-6层热 下浆好的猪肝 迅速将其剥上溢出 这个过程只需4-5秒 防止猪肝变老 用起锅下菜籽油烧热 下所有料头爆香 下猪肝 原锅边淋炉调好的对汁炒出锅气 用大火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这道菜的特点是香辣开胃 猪肝鲜嫩五腥味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记得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哦